觀眾朋友好 歡迎您收看熱點快報 我是美玲 來看今天新聞的主要內容 12月15號 駐南山參加中山大學全國高校抗議大講堂活動時 進行了新冠疫情動態及應對科普講座 並進行了現場解答互動 他在會上分析中國第二波新冠疫情的特點時指出 經過不斷變異 奧米克戎感染部位主要在上呼吸道 致死率降至0.1%上下 相當於季節性流感的致死率 而2009年中國出現的甲型H1N1流感 當然導致中國大約12萬人患上此病 死亡率約在0.6% 因此 周南山認為 新冠肺炎的名稱原意為重症急性呼吸綜合症 但隨著個案病死率降低 應改稱病毒為新冠感冒 此外 對於中國近期坊間有毒株 北強難弱的說法 周南山表示 最初的武漢原始毒株為3.1% 現實在廣州和北京肆虐的BA.5%與BF.7%分別為14%與19% 本質上不存在區別 對比之下 北方的潛伏期較短 部分患者在接觸第二天就出現了症狀 大部分人感染後沒有明顯症狀 有人會出現咽乾 頭痛 發熱 有人會感覺全身疼痛 高燒 很不舒服 但與醫學上的重症是兩回事 他指 只要不侵犯到肺部 醫學上都算輕症 周南山還說 變種病毒奧米克戎不可怕 絕大多數可在7-10天完全恢復 對此網友感嘆說 他不一兩年前就說 接種率多少 致死率多少 就能逐步放開了嗎? 現在斷崖是放開 確實只能找他出來吻人心了 怎麼說都是他 就是個板設 為官方做宣傳 真是可氣又可憐人 事實上 至2020年初 中國大爆發武漢肺炎以後 周南山言行一直隨著中共官方的態度一變再變 2020年1月 在官方隱瞞疫情近一個月以後 周南山首次接受央視採訪表示 武漢肺炎有人傳人風險 2月 周南山稱治癒患者一般不會再感染 4月 周南山稱有信心4月底控制疫情 國內也不會有大量的無症狀感染者 到5月 周南山接受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轉訪時改口說 中國第二波疫情爆發風險越來越大 同月 周南山除了宣傳中共防疫成功之外 還不忘宣傳國產疫苗研究進度在世界第一梯隊 但同年到7月 史學者10年砍柴接受中國生物技術疫苗的實驗後 透露身體出現異常以後 周南山隨後在北京《全球科學與生命健康論壇》上改口說 中國雖然有4款疫苗 已經進入了3期臨床試驗 但是2020年內可以有疫苗的想法是太樂觀 到2020年底 周南山又稱 現在新冠病毒環境傳人成了新課題 從2022年上半年開始 中國網絡開始出現患者或家屬公開信 控訴在接種國產疫苗後 罹患白血病 血癌 COVID-19疫苗以科興生物為主 其他還包括北京生物 武漢生物 治非生物 長春生物等 除了白血病 還有人因為接種國產疫苗 患了惡性腫瘤性貧血 血小板減少 淋巴結腫大等 據指接種國產疫苗後出事的民眾多達上千病例 這些人陸續遭到中共官方打壓 甚至連中國記者 律師都不敢協助 面對外界質疑 2022年8月 周南山再次露面表示 不管是西醫研究還是中醫研究 最後都是要證明藥物 沒有一個藥能預防新冠肺炎 目前大陸民間已經陸續傳出 防疫工作人員公開對民眾表示 現在沒有新冠肺炎的說法 根據深圳拍攝的視頻顯示 防疫人員說 三天三檢 所有進出大廈也好 醫院也好 都不用掃碼了 不只只有深圳 全國取消 已經沒有陽性這種說法了 以後不叫新冠 叫做感冒 就像大家得了一場感冒而已 有網絡圖片顯示 中海某社區也發出通知 以後民眾染疫不叫做新冠肺炎 而是叫做新冠感冒 對此 民間百姓不禁吐槽說 中共一聲令下 新冠馬上改名叫感冒 原來新冠病感冒 只需一句話 前中美商會主席秦莫曼稍早直言 中共2022年的官方敘事是一種修正主義 具有淡化 編造和遺忘的特質 清零帶來的不滿都將很快被埋葬 美國獨立學者金培利也說 中共官媒的首要任務是美化領袖 並正當化中共的存在 保證它的權威是安全的 次要任務是向民眾保證一切都很好 不要想太多 目前中國疫情持續肆虐中 中國衛健委12月14日宣布不再公布無症狀感染者的數據 受中國各地疫情的影響 美國駐華大使館本週連續4天宣布收緊簽證服務 北京 上海 瀋陽 廣州 武漢5個使領館均受到波及 12月15日晚間 美國駐北京大使館在微博發布消息 指出業務運營受到疫情影響 全面暫停所有常規性簽證 美國駐北京大使館以及駐上海總領館 目前僅提供護照和緊急公民服務 駐瀋陽 廣州 武漢總領館僅提供緊急領事服務 直到另行通知 最新政策措施顯示 除上海總領事館已計劃提供的部分簽證服務之外 所有常規簽證服務暫停 駐北京大使館和其他總領館的所有常規預約已被取消 近日 中共病毒疫情再度爆發 美國使館已多次調整相關政策 12日 美駐華使館宣布 已在北京 廣州 上海和瀋陽進行了常規簽證預約的非移民簽證申請者 應使用特定的網頁選擇後續日期 重新預約 移民簽證預約則不變 13日又減少了駐瀋陽領事館和駐武漢領事館非緊急領事業務 14日晚間宣布 廣州移民簽證處因為資源有限 從19日起暫停常規服務 中國國務院副總理劉鶴 12月15日稱 房地產是國民經濟的支柱產業 今年以來 當即使出包括金融措施在內的手段救樓市 而中國的消費 外貿和投資均持續低迷 根據中國官媒新華社的報導表示 12月15日 中國國務院副總理劉鶴 在第五輪中國歐盟工商領袖和前高官對話上發表書面致詞 劉鶴表示 房地產是國民經濟的支柱產業 針對當前出現的下行風險 我們已出台一些政策 正在考慮新的舉措 努力改善行業的資產負債狀況 引導市場預期和信心回暖 未來一個時期 中國城鎮化仍處於較快的發展階段 有足夠需求空間為房地產業穩定發展提供支撐 按照中國官方的說法 房地產是國民經濟的支柱產業的原因 使它拉動了上下游很多產業的發展 因為房地產還涉及到建築業 製造業 礦業等等 很多產業都和房地產有關 房地產開發商不斷蔓延的債務危機 對中南海決策者而言是一個警示 鋼鐵 水泥 玻璃和家電業都容易受到需求下降的影響 分析人士指出 官方的表述讓人們很容易就接受了這種觀念 看起來房地產吸引了這麼多資金 還涉及到建築業 製造業 礦業等等 很多產業都和房地產有關 但是這種說法其實是完全錯誤的 如果真正懂得經濟學常識 就會明白沒有哪個產業可以單獨拉動經濟發展 甚至成為支柱產業 看中國記者查詢過往官方的言論發現 在2003年以前 房地產業本身沒有支柱產業的說法 1998年3月 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到 積極推進住房體制改革 採取切實措施 促進住房商品化 使居民住房建設成為新的經濟增長點 2000年3月 政府工作報告明確指出 要積極培育住房等新的消費熱點 使住房建設真正成為重要產業 一直到2003年8月 房地產是支柱產業的官方提法才正式出現 好的 以上是今天新聞的主要內容 如果您喜歡我們的節目 請您訂閱 分享和點讚 我們明天再會 together 我們要留在 Ultimately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